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母亲做下什么好吃的 父亲做下什么好玩的 大宝总是独占一大半 甚至全部据为己要 所以 母亲常常护着二宝 然而 二宝六岁的时候 母亲不幸离世 二宝也失去了保护神 因为父亲要出去干活 就把二宝交给大宝代 所以 二宝经常被哥哥大宝欺负 二宝还不敢告诉父亲 告诉父亲更会被欺负 大宝十八岁那年 父亲给他娶了个媳妇叫李水莲 比大宝小三岁 比二宝大三岁 十五岁的水莲貌美若鲜 犹如含苞欲放的花孤朵 是远近十里八乡有名的美人 但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 大宝成亲不到半年 父亲逢有财 由于积劳成绩也离开了人世 父亲去世前 看着床前的两个儿子说 大宝啊 我要走了 你弟弟二宝还小 你要好好照顾他 话没说完就咽气了 没有了父母 十二岁的冯二宝 只能跟着哥哥嫂嫂生活 大宝除了种地 还在外做皮货生意 所以家里的杂活主要是二宝干 大宝说 二宝啊 你已经十二岁了 不能吃闲饭了 家里该干的活都要干 除了挑水 扫院子 石柴 还要放牛 因为二宝晚上要喂牛 所以就睡在离牛圈不远的 一间茅草房里 每天早上要去挑满一缸水 接着打扫院子 然后去山上放牛 放牛的时候捎带石柴 农闲的时候 二宝要天天去山上放牛 早上去的时候 带一点干粮 中午不回家 饿了吃点干粮 渴了喝口山泉水 大宝平时吩咐妻子蒸两样馒头 一样细凉 一样粗凉 他和妻子吃细凉馒头 二宝上山带粗凉馒头 不过 有时候 二宝会发现袋子里装着细凉馒头 他想 应该是哥哥大宝给他装的 毕竟是一亩同胞的亲兄弟嘛 二宝每天只能和老牛为伴 老牛吃饱了就会躺在树荫下休息 饭除胃里的青草 这时候 二宝就会给老牛说话 二宝对老牛非常好 农闲的时候 二宝会牵着老牛 寻找青草特别多 特别嫩的地方 让老牛吃得饱饱的 老牛自己渴了 会到山泉去喝水 农忙的时候 老牛天天要干活 所以 二宝会精心喂养 不仅让老牛吃饱 还会给老牛围一些豆子 豆粗 玉米等精饲料 第二年 嫂子水莲给大宝生了一个儿子 二宝也有了一个小侄子 大宝很是满意 二宝也很高兴 又过了两年 大宝做生意赚了钱 又买了十几亩地 一头牛 加起来一共三十亩地 两头牛 雇了两个长工 一个小伙计 农闲时 喂牛放牛的活 让小伙计干了 二宝没事了 于是 大宝嫌二宝在家吃闲饭 就提出分家 其实 大宝早有分家的想法 眼看着二宝就长大了 如果不分家 还要给他娶媳妇 还要分房子住 妻子水莲说 二宝才十五岁 分家不合适吧 村里人会说咱们的 大宝说 十五岁还小啊 人家十二岁还有成家立业的 他已经十五岁了 还得我养着 啥也不干 在家吃闲饭 你别管 谁愿说就让他说去吧 于是 大宝把二宝 妻子叫到一起说 二宝已经十五岁了 兄弟迟早是要分家的 分了家 干多干少 赚多赚少都是自己的 二宝聪明能干 分了家很快会发达的 下面我就说说如何分家 父亲在世时 咱家有五间房 十二亩地 一头老牛 现在老牛老了 已经干不动活了 还得天天围他 所以 也不好意思分给弟弟 按说那十二亩地 应该一人一半 但你没有牛 要地也没用 每年给你一些粮食就是了 至于五间房子吗 盖房子的时候 二宝还小 是我和父亲两个盖的 之前只有那间茅草房 所以就把那间茅草房分给弟弟吧 其他小东西 让你嫂子给你分吧 二宝觉得不公平 但也说不出什么 所以不吭声 嫂子水莲说 二宝兄弟 分家后你就一个人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其他东西分给你也用不上 就把那只旧碗分给你吧 还有就是你盖的被褥也分给你 亲哥哥都那样了 也没必要说嫂子不公了 二宝说 好吧 然后拿了那只旧碗 回自己的茅草房去了 晚上 二宝依然来到牛圈 给老牛围草 新来的小伙计还没到 大宝让他在最后围一个晚上 父母去世后 在这个家里面 和他最亲近的就是老牛了 他最舍不得的就是老牛 他走到老牛跟前 给他添了草料 边添草料边流泪 他看到老牛也在流泪 他说 老牛啊 不是我不为你了 而是哥哥嫂嫂和我分了家 不让我为你了 明天就会有一个新来的小伙计 给你围草喂料围水 我就要出去干活了 不过 我会经常来看你照顾你的 我现在就你一个朋友了 忽然听见有人说 二宝啊 不要怨恨你嫂嫂 她是在帮你 你现在除了那间茅屋 就只有这一只碗了 你要保护好这只碗 不然 连盛饭的东西都没了 是谁在说话啊 二宝左右看看没人 只有他和老牛 难道是老牛在和我说话吗 老牛 是你在和我说话吗 二宝看着老牛问道 老牛点点头 太好了 以后我没事就来和你说话 如果新来的小伙计 不好好围你 我就再给你围草料 二宝说 不用了 我老了 干不动活了 再多吃草料 你哥哥会不高兴的 老牛说 没事 他们不给你吃草料 我割草买料来为你 如果他们不要你了 我会把你要过来 二宝说 你哥哥不会把我给你的 他会把我宰了把肉吃了卖了 我只希望你到时候把我的骨头捡来 买到你的茅草房后边 不要为我难过 我们做牛妈的 迟早都有这一天 你是个善良的孩子 老天会保佑你的 老牛说着 眼角躺下泪来 不 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宰了你 二宝说着哭了起来 二宝啊 不早了 快回去歇着吧 明天你还要去镇上找活干呢 老牛说 二宝给老牛添了些草料 就回茅草房睡觉了 第二天 二宝刚起来 就听见外面有人吵吵嚷嚷说话 他出来一看 见哥哥大宝和嫂子水莲围在牛圈前说什么 他突然感觉不妙 就赶快跑过去才知道 那头老牛昨天晚上死了 二宝跑进牛圈 看到老牛躺在地上 眼角的泪还在 便跪在老牛身边大声哭泣 大宝生气地说 一头老牛死了 哭什么哭 真是奇怪 小伙计叫几个人把老牛弄到吉市宰牛厂卖了 小伙计答应着叫人去了 二宝依然跪在老牛身旁默默流泪 小伙计和两个新来的长公把老牛用绳子捆起来 抬到牛车上 往吉市上去了 二宝也跟着去了 来到吉市上卖了老牛后 小伙计和长公都回去了 二宝没有走 他想给宰牛厂的师父说说 让他们把老牛的骨头给他 正好宰牛厂有一个伙计认识他 给老板说了后 老板答应让他晚上来去 到了晚上 二宝借了一辆独轮车 把老牛的骨头装进麻袋 放到独轮车上推回家 买到自己茅草房的后面 那天晚上 老牛给二宝托梦说 二宝啊 你嫂子分给你的那只铺碗 你明天到你哥哥家里 借一碗麦子 再借几条大麻袋 就说很快就还他 然后把麦子拿回来往麻袋里倒 二宝迷迷糊糊地答应了 第二天 二宝想起了昨晚老牛 说的话 就拿着破碗来到哥哥家里 对嫂嫂说 嫂嫂 你先借我一碗麦子和四条麻袋 用完了就还你 哥哥大宝正好不在家 嫂嫂水连也没问题 小叔子借麻袋干嘛 就给了二宝一碗麦子和四条麻袋 二宝回到家里 心想 这老牛也是喝酒了吧 就一碗麦子还要用几个麻袋装 到底要干嘛呢 不过 二宝还是相信老牛 老牛不会慌他的 就按老牛说的 把碗里的麦子往麻袋里倒 结果 奇迹出现了 碗里的麦子越倒越多 怎么也倒不完 四条麻袋都装满了 只要倒还有 原来是一只宝碗啊 于是 二宝又去嫂嫂家里借了四条麻袋 回来又装满了 整整八麻袋麦子 把他的小茅屋堆得满满的 这八麻袋麦子 他一个人够吃四年了 这么多麦子堆在家里也不失事 而且还要拿出去晾晒 不如留下两袋 把其他六袋卖了换成银子 说干就干 他又去嫂嫂家借了马车 把六麻袋麦子拉到集市上卖了 换了半两银子 买了两条麻袋 回到家 他还了嫂嫂一碗麦子和八条麻袋 又给了嫂嫂二十文钱 说是使用马车的钱 嫂嫂接过麦子 马袋和二十文钱 也没问什么 奇怪 嫂嫂为什么不问我 借麦子 马袋和马车干嘛呢 也不问我二十文钱 哪里来的呢 不问就不问了 也许是因为已经分家了 不好打听别人家的事吧 二宝谢过嫂嫂就回自己茅屋了 二宝看着桌子上的破碗响 有了这只宝碗 以后吃喝穿用就不用愁了 奇怪 这只宝碗应该是祖上传下来的 但难道父亲不知道吗 父亲不知道 爷爷也不知道吗 爷爷的爷爷呢 到底是哪个祖宗得到的宝贝啊 为什么父亲不知道呢 管他呢 既然现在这只宝碗落到我手里 而且让我知道了他的价值 也是老祖宗的意思吧 我要好好保护他 利用他 看着这只破碗 他突然又想 既然他会生麦子 应该也会生其他吧 如果会生银子就更好了 今天有钱了 不如试试 于是 他把今天麦子换来的铜钱 放入碗中 然后从碗里往外拿 天哪 真的会生银子 他往碗里放了一百文铜钱 现在已经拿出来五千文了 碗里还是那么多 一点不少 于是 他花了一个时辰 从碗里拿出了五万文铜钱 也就是五十两银子 五十两银子 足足可以买一座大宅院了 但二宝知道 现在不能买 过两年再买 这些银子先埋在地下存着 做人不能太贪 也不能太露 突然发财 人家会怀疑的 也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 反正饱碗是自己的了 什么时候生银子都可以 想到这里 二宝在床底下挖了个坑 把五十两银子包起来埋入土中 这几日没事 二宝到嫂子家借了锄头 在自己茅屋周围开了一块菜地 种些萝卜 白菜 茄子 辣椒 葱蒜等蔬菜 又养了几只鸡 羊 菜 蛋 肉都有了 虽然独身 但小日子越过越好 而分家后 大宝一个是忙着做生意 还沾染了吃喝嫖赌的恶行 常常去鸡院里鬼混 他又在镇上买了一座宅院 还养了一个小妾 所以 一个月能回家一次就不错了 由于把做生意赚来的钱都嫖了堵了 所以 基本上不给家里钱 三十亩地主要靠妻子水莲管理 由于水莲还要照顾孩子 所以 也顾不上管理长宫和伙计 若不是小叔子二宝经常过来帮忙 两个长宫和小伙计早跑了 水莲想不到大宝现在会变成这样 但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孩子都这么大了 还能怎么样 只能忍着吧 看到哥哥大宝变成这样 看到嫂嫂独守空房 还要管家照顾孩子 二宝气不过 就去镇上找哥哥大宝 哥 你再忙也不能把嫂嫂和孩子 扔在家里不管吧 嫂嫂一个女人家既要照顾孩子 还要管理田地 你就不心疼吗 即便不心疼嫂嫂 也该心疼孩子吧 二宝对大宝说 二宝 你真是赤宝硬啊 赶来教训哥哥了 你要是心疼你去照顾啊 他不是你的嫂子吗 孩子不是你的侄子吗 照顾一下也没错吧 大宝不耐烦地说道 哥 话不能这么说 话不能这么说吧 嫂子不是没有男人了 孩子不是没有父亲了 这不是该你照顾吗 二宝生气地说 怎么 你这是怕我死是吧 我死了你好霸占我的家产和老牌对吧 没事你给我滚一边去 我家的事用不着你管 二宝不仅没劝了哥哥 还生了一肚子气 回到家 他对嫂子说 嫂子 我哥现在学坏了 我也劝不了 以后有事给我说一声救世 水连说 谢谢你二宝 这都是我自找的 劝不了就别劝了 又过了两年 二宝盖了一座大宅院 又买了几十亩地 然后把地封给没地的穷人耕作 只是象征性交一点租子 几乎就是免费耕种 他又开了一个染房和豆腐坊 让那些逃荒逃难的人到里面干活 管吃管住还开工前 他自己基本上不赚钱 之后 他又办了一个福利院 收留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儿 而哥哥大宝早已把自己的家业挥霍一空 家里那五间房子和几十亩地也被他卖光了 水连和孩子只好在二宝家住下 然而 大宝不知道怎么知道了 当年分给二宝那个破碗是个宝碗 就气势汹汹来到二宝家要那只破碗 二宝说 哥哥 这只破碗可是当年除了这间茅草房分给我的唯一家产 你现在还要拿去 还有天理良心吗 大宝说 这只碗是父亲留下来的 我是长兄 就应该是我的 哥哥 这不过是只破碗 你挣它干嘛 二宝说 既然是一只破碗 你还留着它干嘛 我现在已经穷困潦倒了 只配拿着它去讨饭了 大宝说 大宝 你也太不讲道理了吧 当年 分家产就应该一人一半 结果只分给亲弟弟一间茅草房和这只破碗 你现在连这只破碗也要啊 水连说 你给我住嘴 这里哪里有你女人说话的饭 大宝恶狠狠地说道 嫂子 不说了 就给她吧 她现在已经这样了 不跟她争了 大宝说着把破碗递给了大宝 大宝拿着破碗高高兴兴地走了 回到家 她往碗里放了银子 然后往外拿 结果 真的是越拿越多 越拿越多 整整一夜 她都趴在破碗上拿银子 白花花的银子堆满了房间 她还在不停地往外拿 第二天 人们发现大宝的房子里堆满了石头 而大宝也趴在那只破碗上永远也醒不来了 二宝和水连埋葬了大宝 让儿子在父亲一向前磕了头 第二天晚上 水连对二宝说 二宝 我现在告诉你实话 我是天上王宫里的仙女 那年偷偷溜到人间贪玩 被人间的美景迷惑 当我无意间看到大宝 就喜欢和爱上了他 后来就违背天条架给了他 谁知道竟是这样一个结果 现在 天宫知道大宝死了 就下令让我回去 可是我又不能带海子回去 带海子是我的心头肉 我舍不得丢下他 那有什么办法不回天宫去吗 二宝问 天意不可为 不可以的 水连说道 那怎么办 不行 海子留给我 我来照顾 我是他的叔叔 不会亏待他的 二宝说 这个我知道 你是个好人 不会亏待孩子 但我就永远捡不到孩子了 母子连心 我受不了啊 水连说着早已泪眼汪汪 那天晚上 二宝来到茅屋后面 对老牛说 老牛 嫂子水连原来是天宫的仙女 下凡到人间玩耍 爱上了大宝 还生了孩子 现在大宝贪才死了 天宫要招水连回去 可水连放不下孩子 回天宫又不能带孩子怎么办 老牛说 大宝 你把我的骨头挖出来烧掉 你就会长出翅膀 水连如果回天宫 你就带着孩子去追他 只要能追上他 孩子捡到母亲一哭 天宫就会放水连回人间 但是 你必须取水连做妻子 太好了 老牛 谢谢你 只是我不忍心烧掉你的骨头 二宝说 要我这骨头干嘛 快按我说的做 迟了就来不及了 老牛说 二宝含泪将老牛的骨头挖出来烧掉 此时 天宫已经下令让水连立即回去 水连正拉着儿子泪流连连 水连已经开始向天空飞去 二宝赶紧将孩子困在身上 两臂一盏也紧紧追去 水连毕竟是仙女 飞翔的速度很快 二宝使出全身力气紧紧追赶 水连回头看到二宝带着孩子追上来 大声喊着孩子 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孩子已经看到前面是母亲 便大声哭喊着母亲 终于 水连的速度慢下来 二宝追上了水连 天宫听到孩子哭喊母亲的声音 决定放水连回人间去 于是 他们缓缓地落到人间 经过天宫允许 水连彻底变成凡人 嫁给了二宝 他们带着孩子回到茅草房 开荒种地 难耕女之 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拍摄